再来的话我们要在上面放几个东西 包含就是说我们有几个品名单价数量小气地区 总共五个东西 这个是只有显示的话 我们会用一个叫做label就是标签 那这个是一个下拉选单 可以让我们下拉的 这也是下拉的 那这个是一个文字方块 那加上去的方法我快速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什么标签 点下去之后拖拉一下 那你可以在上面打字 字的部分的话在哪里打呢 在caption里面打 比如说第一个叫编号 我们不用编号直接品名 编号自己产生 所以这边的话打一个品名 OK Enter之后的话呢 上面的名称就出来了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字的大小 如果你觉得字太小 你可以把它放大到14好了 大概这么大 那另外颜色的话呢 这边有个fold color 你可以点下去之后 有没有调色盘 比如说你要变红色的话 红色就出来了 OK 那大小这边可以再调整一下 好 那再来底下的那些 还有四个对不对 我建议各位 因为你如果在拖拉 你会大小不一样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做好一个样板 按Ctrl键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 就整齐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它不整齐的话 YCN8还是可以调整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下拉选单 下拉选单 这边有一个下拉选单 拖拉一下 OK 那也是一样改一下 它的Name 这边有个Name 然后上面名称不用改 再来的话 在底下 品名的部分让人家输入 所以用文字方块 这边拖拉一个 OK 然后在下面的话 做出来 我们大概类似这样 我用这个 这个来看 这个是文字方块 那数量也要填 所以是数 然后这个是小技 是我们最后按确定 算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Label 是一个标签 所以标签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用 如果你的那个工具箱不见 按这边一下 用这个标签 特别注意 这个是标签 因为它是最后显示出来的 那最下面这个是什么 也是下拉选单 再增加 1 2 3 4 四个什么呢 四个button button的话在这里 就是命令按钮 分别 特别注意 名称的话改 CMDA CMDB 这个名称请注意 一定要更改 如果你没更改的话 将来写程式的时候 你会有错误 请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完成的画面 我在云端 这边上面都有 也就是说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不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颜色可能 你自己可以去更改 然后 这边有五个 标签 Label 然后大概是这几 名称的话 请各位按照 这个上面的名称 去做变更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表单的部分 哦